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7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6日星期三通过了一项 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 这项法案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发展法 简称建设法 该法案将原来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两个部门合并 设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 并加倍提供经费 帮助全球贫困地区新建基础设施和发展经济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曾说 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 在众议院院会星期三表决通过建设法之后 外市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正在烈时发展中国家 他们推出的发展投资项目 比如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 使这些国家肩负无法还清的债务 这不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 罗伊斯还说 美国不能坐在一边观看 而今天通过的法案将在新兴市场给创业者力量 并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 他说 这不仅对美国的出口和就业来说是一个胜利 也会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 参议院表示 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 在美国抗衡一带一路的同时 欧洲也出大招 欧洲联盟将发起亚洲联通战略 其宗旨是改善运输和互联网和能源供应网络 同时促进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 法新社等国际媒体报道说 欧盟和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 将在下个月将开会商讨有关事宜 但欧盟坚持说 亚洲联通战略的宗旨并非抗衡任何地方 早些时候 参加一带一路项目的南亚国家斯里兰卡 因欠中国债务过多 不得不把自己的一个港口长期租借给中国 并因此引起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债务陷阱的注意 北京坚持声言 中国无意识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而是要谋求与有关国家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眼下接受大量中国援助的巴基斯坦 也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 并试图寻求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解救 美国表示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巴基斯坦自己的问题 不应当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买单 据观察者网消息 当地时间9月26日下午1点 瑞典华人社团代表刘波、蒋红斌、刘芳、夏金斯 按照预定的时间 在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总部和电视台娱乐部 项目和涉事讽刺节目负责人 Thomas Howell举行了会谈 SVT的主代表Mig Lindgren对事件的背景意图做了陈述 并从SVT的角度介绍了事件发展的过程 SVT重申节目的本意是反对种族歧视 他首先诚实地承认了SVT犯的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 SVT项目组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缺少起码的了解 没有把握好反讽的尺度 所以最后那段欢迎来到瑞典的视频素材使用不当 对华人群体感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没意识到视频对整个华人的延伸和夸大 从而损坏了华人群族的形象 第二是 技术处理错误 在这个晚间播放的瑞典政治反腐节目的目标观众 是瑞典本土成人群体 不是针对瑞典以外观众 更加不是针对华人群体 加上 中文音音在优酷上投放视频指示截取优酷平台logo 以夸张其真实性 节目组截图之后立刻下架 但依然被许多华人看到了 这是第二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是 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观众的批评反应 项目组没有认真反思自己的错误 及时开展就错工作 导致更大的误解和抗议 经过双方的交流 双方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 节目各级负责人马上公开认错道歉 争得同意后 当场录得了SVT方负责人 Mick Lindgren的道歉视频 二 项目组承诺 休会后马上和编辑部商量善后处理 包括尽快把YouTube投放的节目下架 在SVT Plane节目库上的视频中 几张丑话告示图上打上马赛克 节目播放上加上年龄限制 和不雅图片警示等等 三 SVT无权下架 任何已经发布的SVT Plane中的节目 只有媒体监察局 才有权决定下架某一节目 四 SVT还会发布公开道歉 时间和形势有待通知 五 SVT娱乐部保证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他周三表示 美国政府掌握了大量中国企图干预 美国中期选举的证据 只北京不喜欢他针对中国的强硬贸易政策 所以不想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胜出 他下午召开记者会被问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不是他的朋友时 川普回答道 老实说可能不是了 今年是川普就任总统后 首次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原本是讨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扩散 但他乘机向中国开炮 川普说令人遗憾的 我们发现中国一直在企图干预 我们即将在11月举行的2018年选举 想要使我的政府不利 他们不希望我或者是我们打赢选战 因为我是历年来首位在贸易战上挑战中国的总统 川普稍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有中国干预中期选举的许多证据 但没有就此详述 川普提起习近平时 仍形容他是朋友 有记者因此问他 在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指控下 习近平还会是朋友吗 川普回应道 也许他不在世了 老实告诉你 川普之后在推特继续补刀 指中国竟然在狄蒙英纪录报 及其他报刊刊登宣传广告 弄成新闻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在贸易和打开市场上打败他们 等这一切结束后 农民们就会发大财了 他指的是中国官方英文 中国日报 周日在爱荷华州 周日狄蒙英纪录报刊登 四版特辑宣扬美中贸易互利讯息 另外美国一名匿名高官爆料 中国进行秘密或公开活动 伤害川普票仓州份 或地区的农民或工人 挚爱美国校园的言论自由 对批评或支持中国政治的企业 智库电影公司政治候选人予以赏罚 该民官员表示 美国副总统潘斯 下周会就这个主题发表演说 与川普在同场出席 安理会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 回应川普的指控说 中国向来遵守不干涉原则 我们没有 也不会干涉任何国家的内部事物 我们拒绝接受 对中国的任何没有根据的指控 中共媒体学习时报9月26日刊发了 由一名空军高级官员撰写的文章 高调吹捧所谓梁家河大学问 今年7月政治传言高发期间 中共当局紧急叫停了 由陕西省官方推出的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 此番高度在高调宣传梁家河大学问 令外界怀疑是否中共风向在变 这位空军高级军官撰写的文章声称 习近平青年时期从北京去到梁家河后 在那个穷乡僻壤得到了锻炼 不仅学会了生活 学会了劳动 而且学到了本领 学懂了人生 学会了有情怀 学出了信心 文章表示 青少年时代的习近平凭借在梁家河劳动学习 锻炼出了敢为人先 善于创新 勇于担当的精神 陈玄斌特意在文中引述了习近平早年 对梁家河的评语称 不要小看梁家河 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留言多寡强弱 是观测中共官场内斗的一个情语表 有分析指出 陈学斌的这篇文章不排除 有其个人想通过吹捧梁家河 博取政治资本的动机 但也不排除可能因中共党内 暗流汹涌内斗激烈 导致北京当局再次把个人崇拜升温 作为巩固习近平当局政治权利的一种手段 大陆官媒日前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会见日本创嫁学会成员 随着中日关系的持续回纳 日媒分析 中美贸易战导致双边关系不稳 习近平领导层明确改善对日关系方针 北京持续对日友善的举动 也是为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中 预先铺陈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日本高阶官员和民间代表近期积极访问中国 报道分析 王岐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盟友 这意味着习近平领导层明确改善对日关系方针 有关王岐山会见创嫁学会 新华社以王岐山会见日本客人报道 会中王呼吁中日各层面各领域加强往来 加强了解 增进互信 促进合作 巩固两国政治关系基础 以助两国睦邻友好 值得关注的是 新华社刊登的会见照 王岐山正面世人 创嫁学会会长袁田忍一行则背对镜头 同一天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 古内郑太郎25日访问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 双方考虑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生效40周年的10月23日前后 推动安倍晋三访问中国 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杨洁篪 还兼中共外事委办公室主任 与古田郑太郎言商10月下旬推动习安会 具相当实质意义 不过 古内在会谈中也呼吁习近平访日 表示衷心希望这将成为 切实发展日中关系的大好机会 即将会全面退出歌谈之后 费玉清也宣布举办告别演唱会 预计完成2019年的五场台北小巨蛋 高雄巨蛋巡回演唱会之后 正式退出演艺工作 他提到 对于一路走来的经历 岁月感到非常知足 感恩 人生没有遗憾 但失去了双亲的关注与叮咛 已经丧失了迈进的动力与方向 纵使有万般的不愿 他也想停下演出的脚步学习慢活 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 他表示 这是自己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演唱会也将是最难以面对的一次演出 能遇见你们 我真的很幸运 是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 新婚的英国哈里王子夫人梅格马克尔 向来给人独立新女心的印象 但是这份独立在她成为英国王室成员之后 却意外的引发了争议 梅根25日独自出席了 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开幕活动 抵达会场下车后 做了一件一般民众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关车门 却引发了讨论 认为她的动作不符合礼节 据BBC报道 有的民众认为梅根的举动很亲民 谦逊 也有人调侃说 她搞不好害了某些人失业 礼仪专家韩逊指出 梅根的动作事实上不合礼仪 韩逊接受广播访问时表示 如果你是王室成员或政府高层官员 通常会有人替你开关车门 他指出 这倒不是摆架子 而是基于维安因素 梅根当时身穿了一席典雅黑群抵达皇家艺术学院 有人替梅根开了车门 梅根下车后 合来迎接她的会场主人打招呼 之后梅根顺手地关上了车门 但许多网友都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有手而且能自己关门 这很好啊 而且她完全习惯这么做 这大概是反射动作 看来高处不胜寒 做王妃也挺不容易的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